你笑我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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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榮浩小三告白影片曝光 楊承麟是自護膚被奎懶得成親 你在開我玩笑嗎 你在開我玩笑嗎 37歲楊承麟2019年 跟小1歲的李榮浩修成正果 結婚3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尚未舉辦婚禮 楊承麟也將工作重心移往中國 酒居北京的哀愁 謝謝她一直陪著我 我喜歡她 不過來近期小兩口被謠傳離婚 原因是李榮浩劈腿中國女歌手 楊克俊逸 有網友挖出她去年 跟楊承麟一起參加選秀節目 乘風破浪的姐姐2 當時楊克俊逸坦稱自己是 李榮浩的粉絲 我曾經好喜歡李榮浩老師 然後現在突然間很討厭 我手機封面居然是她過 你知道嗎 特別喜歡她 然後後來宣布結婚 馬桑不喜歡 你是個顯實的女人 結果就跟就是偶像她 仿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但後來然後遇到她了過後 你別說李榮浩 十個李榮浩也得喜歡她 就我都那麼喜歡她 就稀罕她你知道嗎 我也不否認 結果現在隋道被當作小三 但不要緊的 即刻即刻就緣了 我會找到你 然後我會殺你 假的假的 也別以為李榮浩小眼睛 就看不見造謠 她火大發文回應 疫情當下 還有人給我胡扯造謠 放心 證據已經留存 律師正在處理 我讓你編吧 大家一定注意防疫 算了吧 楊成林也輕傷火線 轉發貼文護膚 不氣不氣太假了 根本沒人信 再附上一個無奈的表情 簡單的12個字 網友也笑愧 澄清天后懶得澄清 造謠者更是錯了一單 六隻大吉 酸 話說楊成林 安德里榮浩剛新婚 就碰上疫情 這對跨海夫妻分隔兩地 一度超過300天每見面 期間竟然只視訊了兩次 同胎畫面更是手之右手 既然往事只能回味 最後就來個甜蜜暴擊吧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好台北 很高興買酒 這不會很膩 不要長耳化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 妳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終於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大家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的 砲砲砲砲 他哥最怕的 他 他有憤怒組在裡面 我不會很膩 我不會再走 我們走 你會不會很乾淨 我的心 那一段